好 自己來練習一下 這次要練什麼 這次就是把這個5.56的護槍 來當作IPSC的PCC來用 那其中我覺得最困擾的地方就是 那槍這麼長嘛 那所以它在轉角的時候 其實很可能槍的指向就犯規 或是槍的那個 它有分左右手 所以左右手會變得很難切換 我這個自己想要來感受一下 然後另外我使用大概 把所有的彈匣都拿出來試試看 總共有六個彈匣 然後試試看它氣化好不好 然後我再這一把屋頂 這一把那個霧衣 這把霧衣 當然先前有改過內管 改過Hop Up做 改過Hop Up橡皮 都已經稍微改過 然後稍微等一下再看它 耐不耐操啦 這是我自己想法 所以自己練一下左右手 然後再來是槍口指向 然後再來是 這還包括內紅點 再一個內紅點 要去適應它 然後再來就是槍的重量 換彈匣 不過彈匣還蠻難換的 所以等一下也不會說太精彩 反正就自己練習一下 好 然後前面就有兩個網路板 黑色跟綠色 然後再更前方的話 有三個鋼板 鋼的任性靶 然後下面幾個 幾個那個鋼靶之類的 看看吧 燈發 燈發 好 拆下去 帶了到準備來吧 燈發 確定 確定 整排 好 好 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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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